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学习的机会跟空间 我们请计划处来主政各单位配合 请杨副县长来督导 会中举出 彰化县自来水截至100年统计 供水普及率达92.41% 左县长关心居民生活品质 表示供水普及率方面仍有努力的空间 其免团队精进提升自来水普及率 并沿拟推动彰化越来越水精进计划 透过行政奖励 鼓励多人身装以降低民众接管负担 那我们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 尤其在现代的社会 没有自来水使用 我想这个已经不符合 我们幸福城市的施政 我们应该要积极的努力 来精进提升自来水的普及率 我们应该要来进行一个彰化 越来越水 越来越水的精进计划 那我们这个请建设处来主政 那请公务处来配合 那我们请这个林副县长来做督导 那我们提出这个精进计划以后 我们再找还有水支处来配合 我们找这个自来水公司 还有水利署来协助 我们希望可以很快的来进行 卓县长表示 近期有杂志分享学习设置政府创新奖 了解进步国家的创新 比较透明化 也容易产生扩散效果 进而肯定公共事务推动的卓越与创造力 以照亮政府创新的典范 同时对公共关怀议题投入努力 目前已有约500个政府创新计划得到认可 卓县长鼓励团队参考美国 中国韩国及欧盟等做法 结合学术单位与民众想法计划设置 我们应该可以参考美国中国还有欧盟 他们的做法甚至韩国的做法 我们可以结合学术单位 或者是民众的想法 我们知道我们民间有很多的创意 是值得大家来合作 来开发的 来学习的 那我们应该可以来创一个 这个彰化的创新奖 那这个请计划处来做规划 我们过去是 我们鼓励我们政府的同仁来做创新 其实这个创新是可以多面向的 是可以扩散的 这个我们请计划处来主政 杨副县长来做督导 最后竹县长指示各单位 确实落实行政院请托关系透明化 及登入标准化 确实建立连政施政团队 公益频道 许世昌 张华 采访报导